好 接下來我們繼續回到 我們剛剛看完了戰事的部分 我們要來看國際囉 現在發現囉 美國突然間想到印度了 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不是說到了嗎 俄羅斯靠什麼賺錢 靠石油跟天然氣 然後印度的後盾 印度是世界上第三大的 石油天然氣的進口國 也就是說它就是很大量 它就是要跟別人買 自己沒有產 現在為什麼 美國突然間想到印度了 從4月11號的視訊 然後呢 沙奇就說 你們跟俄羅斯買石油 不符合印度的利益 大家現在在說 現在的這個大國的抗衡 總而言之就是要抗中 然後美國大使 就突然想到了 印度有扮演關鍵的角色 尤其是在王毅出訪印度之後 兩分鐘的時間 因為美國想借著俄烏戰爭 基本上把印度跟俄羅斯的關係 把它切斷 然後把它拉過來 加入美國四方會談 教他一些規矩 讓印度人將來能夠乖一點 就是說做美國的盟友 有些事情你不准做 這個就是說借機立威 然後呢給印度上課 可是問題印度不吃這一套 因為印度不是像日本那種 在二次大戰被美國打趴了 現在還被美國佔領的國家 你這個美日印澳四個國家裡面 只有印度是有它自己的獨立主權跟尊嚴的 那日本是沒有這個條件 加上澳洲呢 本來就把美國當大哥在那邊 在那邊對待了 所以碰到印度 印度就不是這一套 印度覺得這個也不公平 你不是歐盟的國家 因為光買石油來講 印度的外長就講過一句話說 你為什麼叫印度不能買 我買一個月 搞不好還沒有你歐盟一天買 一個下午買的多了 對我這麼買那麼一點點 你在那邊小提大做 今天歐盟哪一個國家 沒有禁止跟烏克蘭買 通通還在買 那你叫歐盟國家不要買 我印度就可以不買 而且呢我買不買是我印度的事 我今天做事情 我沒有要對任何人有利 對我印度有利的事情 所以印度其實也沒有想選邊站 對不對 你看印度財長他就說了 我們印度也想跟自由世界 成為堅定盟友啊 但是我們也需要俄國協防 他們的邊境 沒有只有笨蛋才會 因為選邊把自己的利益賣掉 我覺得要跟美國做朋友 只有笨蛋才會要選邊 才讓我們自己人民吃這個 口袋要很深 吃這個奶豬 只有笨蛋政府才幹這種事 正常的政府就是 印度的政府只是正常政府而已 所以 其實大使說的很有道理啊 印度他沒有想什麼啊 他就想我以印度人民的利益為優先 我為什麼要跟你美國選邊站 然後你打仗你要去應援烏克蘭 我的人民還要掏錢出來 我印度我們自己經濟要自己救啊 再來呢 彭博就有一個報導 印度是俄國武器的第一大買家 在國防上透過遏制武器呢 也來嚇阻他邊境 比如說巴基斯坦跟中國的侵擾 那一段第二句話就是重點 巴基斯坦 因為印度跟巴基斯坦是非常敵對的 兩個是死對頭 可是中國跟巴基斯坦又是很好的兄弟 然後印度除了有北邊的中國邊境之外 他還有旁邊的巴基斯坦 那俄羅斯可以幫助他去對付巴基斯坦 美國又跟巴基斯坦很好 所以美國如果改變立場 印度就改變立場啊 美國沒有改變立場 他對巴基斯坦那麼好啊 印度當然要顧到俄羅斯啊 就是說其實 這個德國人所做出來的這個民調 一點都不意外 因為怎麼說 我們看這場戰爭的整個發展過程當中 我相信觀眾朋友都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 這場戰爭 這個烏克蘭跟俄羅斯是交戰的雙方 但是同樣的受到了很大的波及 這個特別是 生活上受到了很大的影響的就是德國嘛 所以德國的民眾 光是能源的價格就讓他們難以負擔了 因為能源價格 糧食價格 所造成的通貨膨脹 也是德國沒有辦法承受之痛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對德國民眾來說 戰爭打得越久 他們要受到的這個犧牲越大 所以他們當然他們同情烏克蘭 但是他們會不會犧牲自己的生活水平 甚至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 打擊到自己國內的經濟發展 來支持烏克蘭 坦白講這是有困難的 但是就如同剛才大使講到的一點 如果各位去研究過歐盟的話 就知道歐盟為什麼要成立 歐盟成立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避免戰爭 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戰打完之後 歐洲的國家不想再打仗了 所以他們就決定說 我們發展歐洲主義 我們想辦法來進行整合 我們不要打仗了 當時這個法國跟德國 是最先發動的 所謂這個歐洲煤鋼組織 法國跟德國原本是世仇的 就過去幾次世界大戰 他們都是世仇的 但是法國為了希望能夠 避免跟德國敵對 所以他乾脆跟德國合作 來進行煤鋼的發展 所以歐洲煤鋼組織 變成了歐洲共同市場 到現在的歐洲共同體 到了歐盟 他整個發展的過程 就是為了避免戰爭 所以其實法國跟德國 為什麼在這一次的 這個俄烏戰爭裡頭 他的態度跟立場相對來說 是保守的原因 是因為他知道戰爭 不可能是一個零河的 這場戰爭沒有辦法打到零河 誰都不可能把對方打死 所以想辦法讓這場戰爭 及早結束 是對歐洲最有幫助的一個方向 所以像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最近蕭茲 他最近發表了一篇談話 他說德國要對這個烏克蘭 所提供的軍備 他要做出調整 有很多裝備他不會再提供了 不會再提供一些攻擊性的武器 所以當然也導致到烏克蘭方面 也許不太滿意 你更不要講馬克宏 馬克宏跟勒鵬 在今天的這個第二輪選舉裡 馬克宏現在看起來 他的領先是有一定的幅度 但是投票率多少很難確定 所以到底誰勝誰負現在很難講 但是我跟各位說過勒鵬是反美的 所以如果勒鵬上了 這個法國跟美國就會漸行漸遠 那就算是馬克宏上了 我相信馬克宏跟肖茲 也會繼續採取這個足夠的力道 希望能夠終止這一場戰爭 因為畢竟對歐洲來講 沒有戰爭的歐洲 才能夠有殘遠的發展 剛才大使有分析過 英國從來不認為自己是歐盟的一份子 英國不認為自己是歐洲 英國認為自己是這個高高在上的 英國跟歐洲是不一樣的 那更不要講美國了 歐洲跟美國是競爭的對手 不管是在貨幣或者是經濟體上 都是競爭的對手 所以這一場戰爭犧牲的是歐洲 成就的卻是美國跟英國 那這是歐洲國家不願意看到的事情 所以在未來的過程當中 我們幾乎可以預期到 不管是肖茲也好 不管是馬克宏也好 他們必然會採取更積極的態度 來介入停戰跟和談 那我們當然期待 就是來自於歐洲國家的自覺 能夠讓這場戰爭盡快的告一個段落 否則這場戰爭無窮無盡的打下去 整個歐洲的經濟必然會受到非常大的影響 因為了解歐盟的朋友就知道 特別是了解歐元區的朋友就知道 德國是歐元區跟歐盟最重要的支柱 如果德國的經濟受到了影響 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看到的 他們經濟成長率被一些國際專家的預測 已經降到了只有1.5左右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打得越久 德國的經濟受到傷害越重 如果再打下去 德國被迫要切斷來自於俄羅斯的能源 那德國的工業就會一蹶不振 那德國馬上就會面臨到更嚴重的失業率 還有其他各式各樣的問題 德國如果出了問題 它不只是德國的問題 它會影響到歐元區也會影響到歐盟 它是影響到整個歐洲的 所以其實大家仔細想一想 為什麼美國不希望讓俄羅斯跟歐洲整合呢 如果俄羅斯能夠加入歐盟 有俄羅斯的歐盟 那它就已經足以抗衡美國了 所以這對美國的地緣戰略的利益來說 它永遠都要讓歐洲跟俄羅斯進行對抗 因為只要他們進行對抗 只要俄羅斯不是歐盟的一份子 歐洲就永遠不可能強大到足以壓過美國 感謝大使跟大謙來幫我們上了一課 德國法國我們可以感受到了 他們要走出自己的路 為什麼呢 因為雖然說德法沒有參戰 但是呢被經濟現在拖垮 也真的是傷了一半了 來小曼你怎麼看呢 以現在的這個局勢來看 應該這樣講 像不管是德國還是英國 我之前查過資料 歐洲自從去年到現在 它的石油價格跟天然氣價格 好像上漲超過20%了 美國它靠著這場戰爭賺了大錢 可是所謂的西方同盟 這些歐洲國家 卻為了支持美國 為了支持他們所謂的民主自由 卻是在硬撐啊 你看連德國 德國總理他都在講說 這一次他們還認為 他們這一次的能源政策 取掉核能 就是取掉核能 是一個錯誤的政策 因為他們現在才發覺 沒有天然氣之後 他們什麼都不能用 所以他們才認為 他們這一次在俄烏戰爭上 他們需要 他們是真的是為了 挺他們自己所謂的理想 然後去 然後去有一個 就是很大的壓力在那邊 所以我認為 對於歐洲來講 他們其實是被能源給控制住的 那能源是誰控制的能源 就是俄羅斯 所以大家都是希望能夠 戰爭趕快停止下來 而不是繼續往下打 那可是目前看起來 好像只有美國想往下打而已 沒錯啊 你知道現在德國有多慘嗎 德國的 我忘記是經濟部長嗎 還呼籲 因為能源就像剛剛小滿說的 能源因為漲太多了 你知道嗎 瓦斯費電費漲爆了 他呼籲大家說 減少洗澡的用水 還說呢 洗澡用水 你就洗重點四個部位 維持在三到五分鐘 其他部分拿濕布擦 德國耶 這麼大的一個國家耶 你知道嗎 俄羅斯光是賣石油跟天然氣 為什麼美國呢 一定要各國不要買他使用跟天然氣 因為呢 俄羅斯光是每天賣這個 一天就賺10億美元 所以他們有源源不絕的這個晶圓 德國的副總理還呼籲大家 少用能源 最好是連不要開車 減少德國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 所以我們就可以感受得到了 現在的這個局勢底下 大國都快撐不住 就像大千剛才講的 光網水層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它能夠真的幫助你 做好環境跟物品的行銷 那像我們中天呢 全天攝影棚呢 都是不停的以水層霧化器 來噴這個水層 保持整個空氣的安全 那隨時噴的話呢 水層隨手噴這個部分 也非常適合 去哪裡買呢 都可以到快點購